LAYO 聊四季 天天都故心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要來看印度斯坦人對上亞美尼亞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 大大不地圖 好 先來介紹一下 黃色選擇的維銘 是印度斯坦人 印度斯坦人最大的特色是大村民很便宜 而且他的火槍呢 只要點下金冠技術 就會變成 7加2射程9的最遠射程的火槍 那我也把印度的火槍變成 印度狙擊槍 非常厲害 印度除此之外 他還有古拉姆保兵單位 古拉姆算是有點像老鷹的 大家只要把他想成古拉姆 是一個會串燒的老鷹就行了 為什麼是串燒呢 他的傷害其實是有穿透效果的 而且打工兵非常的痛 所以基本上印度斯坦是一個全能型的國民 雖然沒有三級的步兵鎧角 但是古拉姆也是可以針對工兵的 因為他是高遠防疫單位 那騎兵單位呢有這個熟知的帝王駱駝 攻擊速度特別快 血量夠多 而且額外增傷也是特別厲害的 那打對方的工兵單位用古拉姆 打騎兵的話用帝王駱駝 那打步兵的話也可以用印度火槍 所以不管怎麼說 印度斯坦只要你的遊戲大局觀 觀念轉兵很好 那你玩印度斯坦 穩穩爬分一定是沒有問題的 那印度斯坦人他最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他的經濟加成 並不是特別明顯 只有這個肉類閃下來的肉 是他最主要的這個經濟加成 那其他的經濟加成是他的銀貫技術 這個大幹道 可以增加所有的黃金收入10% 這個效果呢在團戰會更明顯 在單挑來說的話 最明顯的東西就只有挖黃金會有效果 生物的話雖然也是增加10%的 這個採集黃金效率 但體感上來說 還不是到非常優秀的一個科技 但個人認為 如果你在帝王世代後期 這個大幹道還是可以研發一下 畢竟他是不需要黃金 就可以研發的科技 所以印度斯坦人後期帝王世代點下之後 還是對地的後期的黃金加成 多多少少有一些幫助的 好那接下來介紹一下亞美尼亞人 發現他的顏色好像有點不太好 我換一下 換個紅色好了 OK 我換個藍色好了 我們把兩個顏色調一下 OK這樣顏色應該就比較正常 好那介紹亞美尼亞人 亞美尼亞人的話 他天生的羅車價格是比較便宜的 那羅車的價格很便宜的關係 所以他在前期可以再更早一點去下這個羅車 去提升自己的經濟 那除此之外呢 亞美尼亞人的經濟加成效果 還有這個第一個強化教堂 可以獲得第一個聖果 免費一個聖物 所以在阿拉伯來說 一般來說只有五個聖物 但是有亞美尼亞存在的文明 的這個地圖 是變成六個聖物的 所以亞美尼亞人 他也可以有這種黑套城 塑上城堡時代 下強化教堂 專家自己經濟的一個手段 那我個人認為 並不是非常明顯 跟其他文明比起來 亞美尼亞人的經濟加成 跟印度斯坦一樣 不是特別的明顯 那他的羅車的研發的科技效果 雖然會提升伐木跟挖金 挖石的速度 但只是提升大概25%左右 大家在我實測來看 還是比如像 什麼賽爾特人 天生20%的伐木加成效率 畢竟他要研發之後 才會有感 而且要研發到三級伐木之後 才會更有感一點 所以亞美尼亞人 他算是一個經濟加成 並不是非常明顯的文明 而且是需要升級經濟科技之後 才會變得很強 那亞美尼亞人 他的復合弓箭手 是比較有特殊一點的能力 他的弓兵單位 可以造成無視裝甲的傷害 那這場比賽 會隊友感的話 應該是戰毛兵 跟古拉姆 他都可以進行使用 他的復合弓箭手 本製回去 那步兵單位的話 他是有血量加成的文明 他的金冠技術點下 會增加步兵的血量 30點的血量 讓他的劍兵勇士 變成白血劍勇 那他的戰鬥祭司 也可以吃到 但是 不太推薦 使用這個科技 去當主流 我是說戰鬥祭司的方面 因為戰鬥祭司 他的屬性 是會怕肉碼的 那伊都斯坦 他也是有大肉碼的文明 那戰鬥祭司還有一個缺點 就是造價太貴 30肉 60黃金 這個黃金量跟一般騎士 這個黃金量其實差不多的 而且甚至比這個老鷹還要貴 不管是肉啊 或是黃金的造價 都比老鷹貴 所以我覺得很有可能 亞美尼亞人戰鬥祭司 那成為實戰中所使用的話 可能他的造價成本 需要再下調一點點 可能變成個50黃金啊 然後肉類可能只能變砍半 15肉之類的 畢竟 修行者嘛 吃的東西可能就會少一點 沒什麼物慾 也有可能 對不對 所以亞美尼亞人 這個文明 可能還是需要再下修一點點 一些成本東西 會讓他在比賽中 更有優勢一點 北京亞美尼亞人 跟喬治亞人 現在是勝率排名最低的文明 這其實是蠻少見的 畢竟四季立國中 通常是新文明 DLC文明都是勝率會很高 但是這次不太一樣 可能官方也是做新文明 越做越有心得 把這個平衡性給修得還不錯 不會讓他一開始變得太強 好 那這邊看到兩隻棒棒刑牙 失敗 直接被聰明給解掉 加上肉麻 直接三隻瞬間解掉 好 好 亞美尼亞人這邊是 鬧風箭時代 補下一級伐木跟一級農田 但印度斯坦這邊 由於是投資了兩棒棒的關係 現在一級農有點難點 那家裡的部分 靠著兩棒棒的時間 爭取了一些黃金時間 讓對方肉麻 沒有辦法第一時間衝過來 看他到底有沒有美好 好 那這邊印度斯坦應該意識到了 有看到肉麻過來 好 但槍兵來不及阻止 趕快用程式中心射一下 OK 射掉一隻肉麻 那這邊為什麼肉麻不重新去繞 最主要是因為兩隻肉麻 要擊殺村民很困難 畢竟對方槍兵也會追 還有他的肉麻也會進行追擊 如果手速夠快的話 可以像HERA一樣 兩隻肉麻一直在裡面繞 給對方心理壓力 喔 就夠了 那亞美尼亞人這邊則是 沒有打算要繼續控肉麻 他是在家裡補下的射箭場 這個反制打得蠻早的 他應該是有看到工兵走出來 前面還有一個射箭場 已經預判了 對方已經轉出了工兵來 那這邊要趕快即時下毛兵喔 這個判斷是相當正確的 好 這隻村民 稍微反打一下 稍微 OK 這邊稍微圍石 這裡沒有圍石喔 這裡有個洞喔 但這裡圍石也沒意義啦 這個圍石進去挖果子 但是現在有工兵喔 你要圍石意義真的不大 好 三隻肉麻過來 脫兵過來反打一下 要不要先打工兵呢 工兵先解掉 但是肉麻沒有空好 直接被戳掉 哇靠 兩隻肉麻血量剩下殘血 都剩下一滴血 這個亞美尼亞人控兵 似乎出了一點問題喔 正常肉麻不應該這樣 直接正面硬扛槍變傷害了 他可能太想要吃這個果子喔 可能想要營養均肯硬一點 發現現在速死了 蔬菜也漲價了 吃個蔬菜要花費太多成本才能吃到 決定不吃了 本來想要努力爭取吃果子的權利 現在不爭取了 直接放棄了 把這個肉麻全部送掉了 好 那亞美尼亞人這邊要趕快灑出更多農田喔 甚至要考慮要不要開挖黃金了 那開挖黃金的好處喔 是 待會可以直接轉工兵喔 待會自己的 黃金消耗 才不會這麼兇猛 而且也比較好撿下一幾次喔 那待會呢 至少還要再補一下 還要再補個 大概八片田左右 可能有點多 大概五片田 現在也太少 大概六七片田吧 就可以升這個城堡石蛋了 好這邊還是開下了黃金 好這裡開始升 可以考慮升工兵了 那可以先點一擊射 讓這個毛病稍微能反思一下 不然現在一直被壓制 他很難射 冰工廠可能還是要先補 冰工廠 沒有打算下嗎 工兵都要來了 這邊再打下去 亞美尼亞人會很慘喔 好再趕快補一個冰工廠 欸他這邊木頭怎麼全花掉了 喔又有邊補一個市集 而不是冰工廠 哇靠 他這個 想法是喔 他想要大爆包黃金 用黃金去買肉 就是買一些資源出來 直接換經濟 當然我們頻道一直有在講 有買賣就有傷害 那這邊只要 用黃金去買東西 其實 還是最終受到經濟損 還是自己 畢竟你還是用了一些 不是 划算價格 去買出你想要的資源 畢竟你城堡時代喔 一百肉是要一百三十黃金的喔 封建時代台 對 所以為什麼沒有那麼多人 會選擇全部爆包黃金喔 不灑農田 去做這個買賣喔 因為大部分人也知道 買賣這個東西是傷經濟的 所以大部分人還是會選擇去灑農田 對 好 這邊看到 對方的 弓兵 直接反制了毛兵回去了 那現在毛兵沒有一級次 也沒有一級弓兵鎧 要打也是非常困難的 喔 這個就是 他有點在偷經濟喔 想要樹上城堡時代喔 才會這樣打 OK 真的是 太偷了 太偷了 好 那是 印度斯坦 比他還要更早上到城堡山 但我個人認為 亞美尼亞人這邊的選擇是正確的 畢竟他這邊已經被壓制了這麼多 聰明雖然沒有損傷喔 但自己的果池已經被控住了 雖然我個人還是比較偏向打穩 所謂的打穩就是點一級防跟一級一射 讓自己的操作即使有失誤 也不會失誤的太嚴重 這邊 公兵支援 要小心對方的一波反打 好 城堡時代補下 這邊這邊再稍微補下經濟 印度斯坦點下城堡時代升級之後 也補下一級馬卡 準備要來爆一波奇兵的壓制 印度斯坦的奇兵壓制喔 通常都是直接出肉馬 或是駱駝 那對付亞美尼亞人的話 可能會出肉馬的機會更多一點 畢竟亞美尼亞人 城堡時代出騎士的可能性喔 稍微低了一些 雖然我是認為 這個亞美尼亞人的肉 的騎士來說 也不會到太長 畢竟他的騎士就跟波蘭一樣 就是沒有三級馬卡 但是有品種跟跑速 都是有 所以依照城堡時代來說 亞美尼亞人的騎兵是全滿的 那印度斯坦的話 他是沒有騎兵國兵的關係喔 所以待會遇到這種戰毛兵喔 真的要打的話 出肉馬 可能會更經濟死灰一點 畢竟駱駝金過了一些 把黃金投資在古拉姆上 或是奴兵上 會更划算一些 這邊轉出來的是肉馬 解掉了毛兵 亞美尼亞人這裡補下了 一級的步兵鎧甲 攻城七字道索也補下了 往後拉扯一下 OK 這個投石車 還是要奴炮呢 如果是我的話 這裡我會想要按個投石車 這主要是因為 投石車現在打了一波很好 那奴炮的部分喔 是可以穩定打擊的 那亞美尼亞人本身也是一個半工兵國 所以待會他也有可能會直接轉戰毛上去 那目前這個情況轉戰毛有點困難 畢竟他的農田基本上也在動 他這邊已經斷肉了 這個收成怎麼收成這樣子 萬人挖金啊 16人挖金 好 那投石車還有一個優點 如果印度斯坦前壓 轉這個 衝車之類的 投石車也可以第一時間反制 好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該怎麼打這個工兵的話 你可以第一台出奴炮 第二台出投石車 然後後續喔 再出一台奴炮 再一台投石車喔 二二的一個打法 其實蠻能壓制住的 但是還是要特別小心對方的騎兵單位 結果亞美尼亞這邊是補下了一個強化教堂之後呢 打出了戰鬥祭司這個單位 那戰鬥祭司遇到對方落馬傷還是很痛的 好 那雙投車的一個缺點 就是很容易被對方秀 除非你的投石車也可以預判到對方的一個路徑 才有可能秀到對手 那奴炮的話就會比較好打擊對方 好 穩定消息 好 亞美尼亞人這邊是單TC打3TC喔 這個壓力會有點大 人家是一個正常開農的路線 好 後面過來 射 沒射到 OK 戰鬥祭司 殘寶時代的亞美尼亞戰鬥祭司 效果會是如何呢 其實我覺得蠻不好說的 好 落馬過來 想要解荷放的投石車 但後面槍兵也過來補了一些槍兵 效果還不錯 也拉了一隻村民過來打下 不是打下 修一下這個殘血的投石車 好 那戰鬥祭司的優點 雖然不能著想 但是可以搬生物 看到生物 趕快去搬一下會比較好 但我是覺得戰鬥祭司的補血速度 也是偏慢一點 比一般的僧侶的補血速度還要慢 所以如果真的要增強亞美尼亞的話 有太多的方面可以下手 不管是造價成本啊 或是單位的體質 或是補血速度這類的東西 或是給戰鬥祭司獲得招翔效果 但是要研發他的銀罐或金罐的技術之類的 都可以考慮一下 或是讓他研發金罐之後 可以獲得戰鬥祭司招翔能力 那可能用的人就會多一點 畢竟只要60塊的老頭 偶爾不為了 對不對 那來看一下這邊的戰鬥祭司效果會如何 戰鬥祭司其實蠻害怕肉麻的 但是目前還沒有看到肉麻要去打戰鬥祭司 這邊印度斯坦肉麻碰得還不錯 這邊爭取一下時間 還偷偷點下二級伐木 後面補下了工程機製造所 那這邊印度斯坦要打的話 也只能打投石車 出奴號的話會被投石車反制回去了 這邊用肉麻中解掉了台投石車 這邊解的還可以 並沒有太差 就是最害怕的就是三隻肉麻上前 結果一個投石車就解不掉 下面這邊二級步兵鎧甲也補下了 但其實補下二級的步兵鎧甲 遠方也只有三點而已 人家的奴兵是5加27點 怎麼射都還有4滴血 那本身的戰鬥祭司血量算是偏多 80滴血 好 那這個戰鬥祭司拿著斧頭 開始雙手斧開灰 後方投石車出來 沒有打到正中紅心喔 插邊球 但這邊低調木牆是 什麼意思 他是想要直接被開動 然後往前打嗎 哇靠 直接上前暴打 好 光明過來救一下 應該有點難救了 再一刀 喔 必修回來 攻擊輸出 哎呀 這個交換戰鬥祭司還是虧了一點 好 投石車砸到一發大丸的 血量有點殘掉囉 冰卓斯坦這一波有點尷尬 這個封城塔是 本來是想要裝戰鬥祭司的吧 想要裝進去 然後讓他正面放下去 打這個工兵單位 要不要收一下 放進去一下 可以放十個人 好 戰鬥祭司趕快放 好 投石車在後面都殘血了 肉麻趕快過來解 一換個 沒有問題 輕鬆 easy OK 趕快把這個戰鬥祭司放下來 繼續扁 打一打之後往後拉 什麼意思 這個操作怪怪的 哈哈哈哈 他想要保護投石車啊 當然投石車一直被解掉 哇 當然肉麻打戰鬥祭司也好痛 OK 努兵反擊戰鬥祭司效果還不錯 好 亞美尼亞開始轉出前線戰鬥祭司 繼續量產 然後讓戰鬥祭司去強化教堂補謝 順便可以增加這個強化教堂劍士數量 好 這個工程塔有機會活下來嗎 應該是有困難 這個肉麻可以飛直追直到天荒地老 沒追死欸 大哥 要不要補個一刀 過去靠近一下肉麻 欸 水 解掉了 OK 亞美尼亞人這邊默默地轉出了一擊攻 但初韻差距已經被打出來了 86對76村 那這裡是雙PC開農 好 戰鬥祭司繼續爆 等一下來神聖思想 OK 那要趕快再補下這個宗教狂熱 神聖思想跟宗教狂熱呢 也可以影響到戰鬥祭司的血量和移動速度的 那不知道有沒有補下護衛技術喔 剛剛不知道有沒有Lostdown 看一下 護衛技術 好像沒有點 喔 有 有點 有點 喔 宗教狂熱也點了 那現在亞美尼亞的戰鬥祭司的速度 來到巔峰1.08 哇 這個速度跟伯伯的村民喔 有得比喔 我記得伯伯的村民好像是1.08左右吧 等一下鎖回車之後 那我記得 我破西米亞好像是1.11喔 還是比這個戰鬥祭司跑得快一點 這邊工兵過來 結一下戰鬥祭司 守衛再被一陣 躲掉了一些箭矢 但是步兵單位要反制工兵還是偏困難 我看亞美尼亞這邊直接轉奴炮 可能更實際一點 OK 戰鬥祭司直接壓到農田 肉馬有點扛不太住對方戰鬥祭司的血量 結果是無敵血 確實有點厚了 這個時候就快要白血步兵 真的是有點難產 但還好他有這個老頭的裝甲 所以肉馬去砍他喔 傷害是蠻可觀的 可惜就是肉馬數量不夠啊 再多一點就OK了 頭子車出來 豬節 直接轉了一個裝甲戰象 戰鬥祭司直接爆追這一坨工兵 這坨工兵剛剛發生什麼事情 怎麼剩下這一點點 哇 看起來這個戰鬥祭司很有戰力喔 我們巴苦看一下喔 看一下剛剛後方發生什麼事情 哇這一波居然是用戰鬥祭司 直接反打回去的嗎 哇 哇 硬追追掉了工兵 OK 這就是射程 不是啦 移動速度的優勢 小冰 好 那來看到正面戰場 這邊 戰鬥祭司還是有點麻煩 雖然都已經殘血了 OK 反正在拉邪肉馬就可以解掉 那亞美尼亞也解掉下方這一坨工兵的問題 還蠻OK的 可以補下一隻老頭 那這隻老頭是要幹嘛呢 招對方弱馬也不太OK嘛 還是他要點救贖思想去招對方的投石車 啊他已經點了 烏魯魯 好直接招後方弱馬來得及到嗎 來不及直接被弱馬砍掉 裝甲關將沒有辦法打到工程 投石車 直接被原地死去了 好看一下這個 救贖思想沒有點 好直接招這個大象 好 亞美尼亞人這邊補下了縱火技術 自己的戰鬥祭司喔 拆建築物術就很快了 在這邊投石車看起來 也是要再被弱馬解掉一波了 哇 斬了一發死四村好痛 好印度斯坦這邊 這根城堡應該是能蓋得起來 好再斬了一發 就砸掉了一切 OK戰鬥祭司往後爆 打扯一下 哇這一波印度斯坦解的有點痛苦 還沒到帝王斯坦他的 關鍵火槍喔 還沒有辦法生產 現在只能用弓兵跟肉馬 打的確實有點吃力 畢竟95滴血 真的是不太容易解的掉 哇而且移動速度也蠻快的 好肉馬往前 紅兵紅兵射 跟肉馬被解光 戰鬥祭司血量好一半左右 稍微拉扯一下 肉馬繼續補了過來 戰鬥祭司遇到這些肉馬有點麻煩 又不能不理 不理他會一直被吃傷害 這波印度斯坦解的很漂亮 肉馬配弓兵 完全就是YAMEN 會怕的東西 這個戰鬥祭司會怕的 雅美尼亞人要怎麼解弓兵跟肉馬 其實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出騎士 你要說他要出弓兵也可以 出一般奴兵也可以 出復活攻堅守的話量產會有困難 而且基本傷害跟射程 是輸給奴兵的 所以我覺得出奴兵 稍微反自己下回去也OK 但現在是數量上的一些劣勢 而且他剛剛已經投資了太多的戰鬥祭司 黃金消耗量有點兇猛 對啊他這邊要轉型起來也是有點困難 好印度斯坦這邊決定要來先升地獄世代 拿出火槍喔 跟你對決喔 好這邊戰鬥祭司繼續輸出 應該是能順順的解掉這個射箭場 印度斯坦這邊這根城堡有點危險喔 投資車已經蓄勢待發 更多的戰鬥祭司衝到了印度斯坦家裡 印度斯坦這邊是4TC開弄 哇這個城市中心太多村民聚集了 直接被投資砸爆 射人士的非常多啊 已經死了45吋 好洛瑪來解一下 中午要解掉投資車的問題 OK更多洛瑪補了過來 帝王時代的空空氣 印度斯坦人扛得住嗎 那根城堡能蓋好的話應該是沒有問題 而且洛瑪現在補過來 打戰鬥祭司傷害非常的高 後面弓兵也來回救了 現在剛剛弓兵在解上方的戰鬥祭司喔 OK這波解掉了 好戰鬥祭司待會要來城堡打帝王 好看到這麼多肉碼都能受不了 轉出了槍兵喔 好安易都斯坦這邊的打法呢 已經很正常的 看到步兵單位轉出了火槍 三級射也依序補下了 好上個強化教堂 繼續再量產戰鬥祭司 那目前以城堡打帝王的情況 雖然亞美尼亞人聰明是優勢 135吋對上115吋 聰明差距約為20吋的領先 但實在上的差距也是蠻明顯的 那待會就要來看雅美尼亞這邊防守的功力會是如何 好賺馬過來 好賺馬過來 好直接直接羅車附近的村民 左邊城中心也是 到處四處著火 現在戰鬥祭司要回防也是可以 但回防的話還是用槍兵 畢竟亞美尼亞人 城堡時代可以升級帝王時代的兵種 所以現在城堡時代都可以升級級兵 哇真的大傻幣 600黃金加300肉 這裡剩的下去 真的沒有打算升帝王 帝王只要800黃金 只差200塊 加價200生帝王 如何 雖然肉來說是完全不夠的 這邊木頭有點挖挖過頭了 對方巨頭沒有控好 直接被槍兵加上戰鬥祭司給戳掉了 那就是塔蘭在列補下三攻 哇這裡的交戰 看起來雅美尼亞人有點空不太過來囉 聰明術已經開始有明顯的下降了 而且一直收穿的關係 農田的肉類禍首非常不穩定 現在只有槍兵的情況下 是打不贏對方的印度斯坦的 工兵單位 大約轉火槍更打不贏 現在雅美尼亞人想要解決一下 家裡一直被串肉碼的問題 補下了一個石牆 他石牆不在這 後方終於有槍兵過來農地裡面防守 好這邊直擊後方的伐木區 哇這邊大洛馬也升級好 三攻也up上去了 三攻一升好 砍村民只要四刀喔 這邊大洛馬傷害是7加41點 村民上有一滴的近戰防御力喔 所以只要四刀就砍死村民 哇大洛馬加三攻 這個印度斯坦的肉碼攻勢 應該會削減村民速度更快了一些 好前方的建築物快差差差差不多了 好牆壁開始往外派 這邊是不是有洞 沒有 這看起來很像有 但是看起來是沒有 看起來是沒有洞的 OK 好巨頭繼續往前 印度斯坦補下來一擊挖石 槍邊部分繼續往前走 看能不能戳掉一些單位 好13隻的弓兵配上19隻的肉碼 好這邊打的戰術是火槍配肉碼 火槍配肉碼 打這個對方的配兵組 光是火槍就綽綽有餘了 肉碼只是附贈打對方的 戰鬥祭司喔 但戰鬥祭司也可以用火槍來打 所以基本上這個肉碼 只是稍微戳渡一下前方疾病的傷害 好這邊巨頭守得很好 肉碼雖然損失很多 但這波交換並不是非常虧 畢竟巨頭沒有被拆掉就還行 好但槍邊有點... 扛不太住 對方的火槍加上弓兵的燒喔 而且人家高打B喔 傷害非常的痛 哇這邊產了非常多槍邊 但是瞬間被解掉了 OK趕快修一下城堡 三城堡 三脈城堡能夠扛住嗎 而且他不是喬治亞人 喬治亞人在高地死喔 會減免40%傷害喔 而且有團隊加成的 修靈50%的能力喔 但亞美尼亞人 是什麼都沒有耶 所以...怎麼說呢 亞美尼亞人應該算是DLC裡面喔 最沒有特色的文明阿 只要撇除羅車這個東西的話 他基本上... 他的特色就是沒有特色 打到什麼都不會特別強 都普普通通 除了劍兵勇士之外 當然劍兵勇士要撐到帝王時代 而且很害怕對方的火槍跟弓兵 所以要克制來說問題也不大 這就是現在新文明的窘境阿 艾德斯坦這邊的公司非常兇猛 三巨頭開拆 順利收掉這根城堡了 前方的巨印也是...沒救 好 亞美尼亞人在最後一刻點下了帝王時代 攻擊技術也補下 光甲步兵也再UP上去 準備要來轉白血的劍兵勇士了 但以目前經濟量來說 他要轉劍兵勇士還有一段距離喔 光是肉跟黃金的 他的需求量都比較高一點 而且三弓跟三級的步兵鎧甲也很難升上去 這個空窗戚只能用更多的槍便進行防守 才有可能守下 但槍便的部分呢 終究還是打不贏火槍跟弓兵喔 好 只能打出GG 哇 沒想到亞美尼亞人 前面的戰鬥祭司打得這麼兇喔 最後卻被印度斯坦直接火槍加肉 翻盤了回去喔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加成 經濟的部分是印度斯坦拿下了經濟上的勝利 軍事方面也是印度斯坦拿到 1.17的KD喔 亞美尼亞人雖然KD也不差 只有0.86 差1 0.01就不太好 目前看起來印度斯坦的打法戰術 對於戰鬥祭司的前要是很有效果的 如果大家遇到亞美尼亞的時候 也遇到對方打這個戰鬥祭司喔 也可以直接用弱馬加攻兵喔 加一反制喔 亞美尼亞人這部影片呢 我覺得還是問題蠻大 只靠戰鬥祭司是不OK的 可能還是要搭配騎士啊 或者是搭配一些肉馬 去反擊會更好一點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